大家好 欢迎回到《芒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 《尋找P&O祖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系列 今次又是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西兰器》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今次的《笑声芒芒》 其实不是要笑这件事件里的主人翁 他也很惨惨 不过是想笑这些移英港人 什么BNO群组 大家互助互爱 互相帮忙 说这些什么离散香港人 说到自己在香港的情操 这么高尚 又说看到香港崩坏 或者有什么极权 或者没有自由空气 一起去到英国 希望大家 落地生根 重新 再建立起一个真真正正香港人的社群 大佬 当然不行了 冤崩难臭 还要在里面互相批斗 小小事 又在这里 臭到那些炮菜 吐得很臭的 一打开就不吹 炮越久就越臭 当然 拿出来吃的时候就是另一件事了 不过他们这些不用吃 进不了口 或者他们那把口都相当之阴毒 那发生什么事呢 有时候我们香港地 虽然地方小小 不过很多不同的区 例如屯门区 沙田区 元朗区 大埔区 什么什么都会开回自己的 例如屯门谷 屯门友 食在元朗 是的 没错 甚至乎我们去大埔友 都会见过一些视频 很有趣 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些过瘾影片的来源 都可能就会在这些谷里面 我们看到 就算他们口中的流港派 在笑他们 还留在美丽新香港 继续接受极权的统治吧 虽然你们 但是 起码都不会像他们这些这么残酷一钉 那我们回来 众生发生什么事呢 有时候不见电话 或者不见了什么什么 这些很普通的事而已 就是向香港人圈求助 是不是就是这么大件事呢 或者需要怎样 人家都很惨的啦 你需要这样的语气去攻击人 然后就要再互相批斗 就是你看到在批斗的时候 再有其他人再来再批斗 那又会再咬起一只锅 哇 这些人呢 那些血淋淋在互相人咬人 真的很恐怖 就是天与地的那种剧 都要是钉了盖或者差不多就离开才吃它 这个是生勾勾要将它活摸 活摸 生吃 像sashimi那样吃 还要彈一下 尾巴在移动的时候 还要吃了美味 这位阿泰是这样的 话说我们大家看到 中间偏低一点 他就出了个帖 就说自己 我部电话吃饭的时候就留下了 即是发现15分钟左右就已经回到 没了 里面那个手机 有两兄弟非常珍贵 小时候又丁到现在 成万多张上架 那我信望之夸张 是这样的 想不到 我们马上就发现有些有心人 究竟他是有心人就遇着黑心的BNO女儿 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听听吧 他说麻烦各位广泉 两个患有罕见遗传病的小朋友的妈妈 就在几时几月 即是刚才那个 他代为再分享这个妈妈 即是说自己不见电话的事件 即是他再详细一点 即是说那个妈妈 就在哪一个英国的城市 那边就不见了他的手提电话 即是说他回到餐厅的时候 已经叫找不到 那问竹仪有没有 什么 没有啊 没有见过 也没有收拾到他的电话 那就惨了 相信可能被其他人拿了 刚才提到的那万多张照片 就说对这个妈妈来说 就极为重要 希望各位在英港人 可以将这个讯息散播到某一个城镇 也好 或者社交媒体上 希望可以借助社区力量 可以帮到网 然后合十 中英笨众都两样写出来 这个行不行都是一件事 是的 如果有人这样说 你帮忙分享的 就帮忙分享 不帮忙分享的 那就走开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要批斗人呢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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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又不是帮人的 又不想人家去找人帮人 不是这样吧 他们怎样去捉到一些人出来批斗呢 我们正常的 都想到 算了就帮你发一下吧 发不了就算了 发不了就算了 看不到就帮不了就算了 帮不了就算了 看没有饮饭吃吃吃的那些 对不对 他就质疑了 为什么要说两个患有罕见遗传病的小朋友 即是博同情吗 可能是 不是吧 不好意思 质疑他那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 说他是博同情的 其实 也多了 有些人都是这样说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 什么遗传病 有没有搞错 要这样单单打打 我们觉得很离谱 有些人会很冷言冷语地问 不见电话 跟小朋友有遗传病 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这样问 我都知道你大概是什么居心 其实最恐怖 我们懂得看 是要懂得看留言 不单止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还要看那些人 给什么反应 大家都知道 现在Facebook 有like的手指公 有恋恋恋 或者有个心 有个哈哈笑 竟然可以还用哈哈笑 这些是不是人来的 什么好笑的 我也不知道 很多都是人来的 这些人渣 没错 占相下跨到死 有些更离谱 人家只不过是告诉你 我不见了一个小孩的电话 里面有两个小孩的照片 然后有些说 我不认识了 可能我自己想错了 是不是时日无多 所以这些照片特别珍贵 哇 是不是人来的 不是呀 这么说都行 当然不是人 这些载呢 就是咒人那些小孩 就是就来不行的 那些就想拿这事出来 就是博同情 告诉你 哎呀 这些小孩很可憐啊 很可怜啊 随时没有了 所以我很想快点找回照 找回披手机啊 这样也可以 我现在来问你 要是帮忙转发 要不就不要转发 要不就看不到就算了 你还要走来踩两脚 还要在人家的小朋友 无关事的两个小朋友身上 耍炎 人家已经有遗传病了 你还要骤人家 是不是事日无多 这样的人都会有的 不是人 这班都是人渣 有些人都会问 不好意思 请问和两个小朋友的遗传病 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都会贴出来 那又不是说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有两个成长的照片 希望能找回 接着还好笑 有些人又是很 衰格的 就说你试一下 贴出来就告诉人家 我会有200磅做报酬 就看没人给你了 人家都很伤心了 你还要有些说话 你一元都不给 就想拿一部手机 不给呀 付钱出来 你又说到英国 大家好像很有爱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些人都很善良的动物 小白兔 有些什么贼 打劫 抢东西 全部都不是英国人 那些难民 来到搞事 所以困住他们 在等候庇护的刑里面就对了 不要让他们出来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正宗的英国人 就不会这样的 他们很喜欢强调 通常发生了什么事 就会说 新移民来的 一定是的 总之这些新移民 就不关B&O的事 他们否定自己 不过他们也不会当自己是新移民 他们当然不当自己是新移民 但是别人当他们是 没所谓的 他们自作聪明 最惨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会说 哎哟 万几张照片 你没有backup的吗 我真的不懂 iPhone的机器 你可以用iCloud 付钱的话 就会不停和你backup 你肯定没有付钱 为什么不付钱 Android 我就不知道怎么交 iPhone 有这个功能 你自己不用 这样啊 Meg 我还是你糟了 你的事你错了 你却不要上来求助 是不是这样的态度 下次是这样 有些人就会很 participation 又是 不见手机 然后又说 很多相片很珍惜 我不明白 每次都听到 那些人这样说 为什么 那么重要的地方 不back up 很多途径 有点暗示 你值得死吧 值得死吧 心地很差 還在笑人 扯人 失去才懂得珍惜 那沒你負了 神經病 你這群人 一個一個 這麼尖酸黑薄 將來不要不見手機 不見了手機 都不要再向人求救了 反正不見了手機也是很少的事 有iCloud iCloud都回覆了 是不是這樣 有人都說 要不要這麼刻薄 不是人人認識 不要這樣 人都很慘 還要再加兩句 是嗎?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也沒有不勞以獲 不懂可以學 可以問 也可以選擇 什麼都不做 不見了後果自負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所以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真的手機方面 就要靠近做回應 甚至電腦方面 也要靠近做回應 有些人可能說 我不懂用iCloud 你其實上網 例如你用蘋果手機 我真的不懂 我打開電腦更加不懂 有些類似USB手指 但尾巴是用來被你放在iPhone插頭 你放在那裡就可以整條 幫你做背包 當然你不要不見了那條 好像USB手指的東西 你不見了就幫不了 你不要到處寸 你擦一隻小 像那條不知去哪排 你不知去哪裡 你還要算是小 你記得 不算很高 但對比起 這部機不見到的當然不見了 最簡單的 當然是購買iCloud 有网络就已经可以做到 但是要给月费再放在他那里 这就是一件事 那些人还说他 很珍贵的照片 不backup的话 有多珍贵啊 这样啊 没得够了 iCloud很便宜 只是港元8元而已 最便宜的plan 再上一个plan 贵价也是少少的 我觉得这个如果用iPhone的人 就不应该省这个iCloud钱的 只要用Android机的人 Google Play Google Cloud也可以用的 Google Cloud的价钱 我印象中好像是贵少少 比苹果iCloud少少 但是这个钱没得省的了 都抵用的 都抵用的 你连上Google Drive 你可以把其他文件 一些影片进去 社长也有给月费用 来给我们 魔匡编辑部 我们整班小伙子 放进去 我们用爆社长的户口 我们自己 我也有的 一个月就 三十多港元 算下的数据 也挺划算的 不是很贵的 这些钱不用限 都已经超过百G 也挺划算的 这就是一件事 我们回来 这些人的自然格之处 就是这样 还要扔多你两脚 不过也是 方式你不够惨 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些什么 撒东西 傻东西 甚至乎 不见了东西 是真的很多 之前周小龙那单 已经够经典了 即是打破你的车 拿了你明目张胆 撒了你的车里面 都可以的 何况 在餐厅里 看到一部手机 有人说一声拿了他 接着就 拿去卖也好 拿来什么都好 我不知道他拿来干什么 是呀 有什么那么出奇 不出奇的 真的 玻璃也不用那波 省水省力 有什么问题 因此最近 看到有一个 在台湾地区 前 类似的议员 或什么发言人 不记得什么 就和他老婆 他老婆以前在欧洲留学 去到英国伦敦的时候 他那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去的 他也说 是的 我经常听人说 欧洲有很多贼 有很多贼 有很多贼 注意一下 他说 不是吧 有没有那么夸张 每个都跟我说 小心扒手 殊不知 他真的在伦敦的时候 都在旺区 逛逛逛逛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背部有怪怪的 是不是有人拉开他的背囊 他就停下 想着拿着背囊 即是在背部拿过来看的时候 已经发现到 那个拉链 幸好 就未偷到 因为他发觉得早 好 已经看到拉链 拉开了 小偷 用凌波微步 就在人群之中 已经消失了 他老婆也跟他说 小心 你还要大无私 你想想 在旺区里面 你走着街的时候 都可以有人跟着你背 打开你的背囊 再想撒野 明目张胆 老实说 在香港 你会不会说 我今天在MK逛逛逛逛逛 有人一边走一边 跟着我打开我的背囊 这些情况很少见 香港 日光日白这样做 真的太过离谱了 接着这位哥哥 出了这条帖子后 另一个在英国留学过的台北市议员 也有留言说 是呀 那时候我见过一个女孩更惨 她手拿着手机在街上 说一说的时候 有人踩着单车在她旁边一抢 整个人抢了 然后追不回 就这样 真可憐 这样就没了 现在教了 记住 大家去到这些地方旅行 千万要小心 把钱分开绑 银包还 银包 银包里面也不要放太多重要东西 如果你要放在背囊 就要放在里面的暗格 让小偷都偷错了 就是偷你的那些 没有了道的 扇子包 是假的 另外 手机最好就不要边走边用 对 有很多小偷 可能真的直接抢你 你想想 在街上拿着走 我都抢你 何况我在餐厅 看到你放在桌子上 甚至看到你留在哪里 哇 这么容易工作都不执 做就傻了 英国的贼仔 看到 是吧 对英国的贼仔 是这样的了 这些小偷 警察都没什么负 就算被你找到也好 知道被人偷的东西 找得回 会不会追究贼人 是不会的 你找得回就算了 事情就会完结了 不要以为 像香港的警察那样 会对罪案追查到底 不是这样的 除非你遇上一些 非常之严重的罪案 人家才会认真去看 一般这些小偷 很少说 会一直跟你追究下去 所以去到英国 自己的保安要特别注意 身上的财物更加不能露眼 不要觉得像在香港那样 背着背囊周街走很疏干 去到别人这些地方 你真的要特别注意 最好背在前面 我觉得 真是没这么说 所以 最惨最惨的是什么 不见电话 都没叫最伤心 最伤心就是 向所谓同路人 互助互爱 香港人帮香港人的群组里面 竟然就把你咬到片体轮霜 这些是可惨的 人家说 人家这么伤心 不见了电话 还要困扯人家 没有背景 居心可测 你们这群人 宜德文的人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性格 接着就开始 人家另一重批斗 做什么 是他寄了 是很有趣的 接着就会想到 你有什么居心 有什么居心论 诸心论就是这些 最惨论就是说什么居心的人 这种人 常常说人有什么居心 又不是居心 这种人最好是远离 在香港的立法会 也有些议员是这样的 在议会里面说些这样的 这种诸心论 是在乎人争爆的 说得出这些说话的人 一定不是好人 当然 他们会再反咬他 会再说 什么 为什么上升到移民人的质素 什么 关你鬼事 然后又互相 在那里咬 看到他们这样咬 都挺开心 这些人 很值得研究一下 这些究竟是什么 性格的人 的族群 他们说 去到英国 就要 延续香港人的精神 他们这个精神病 是不是延续这种精神 如果是的话 也挺害怕 所以有些人说 不要回来香港 很明显 就是这样的看法 好了 我们今次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